欢迎来到学用数学数学有用 今天要看家中科学版这道题 这里呢大圆里面有一个正三角形跟小圆 我们先看一下它这个长度资讯 PQ长是4 大圆的半径是8 那我们可以把圆心射出来 那这一段呢也是4 那这一段的长度就是8 那接下来我们要来算这个RS 我们把它延伸 这个点叫做H 那我今天呢先设 这个OH的长度是X 接下来我们就来解X 解X有哪些线索呢 我们要利用正三角形 首先这一段 这一段的长度呢 VH可以表示成什么 根号的64-S平 接下来正三角形有什么性质可以用呢 那接下来正三角形 切半之后呢是30-60-90 所以我们会有QH 比上呢这个RH 刚好会等于什么 根号3 那也就是这里 根号64-S平 那整个QH呢是4加X 所以一项之后在平方我们就得到192-3S平 会等于S平加8X加上16 因此呢4S平然后加8X减掉176等于0 除了之后呢 除了之后呢S平加2X减掉44等于0 所以X加1的平方就等于45 X呢就等于根号45-1 也就是3倍根号5-1 好那现在呢我们就有QH长 就会等于3根号5加上这个3 那RH呢就是把它除掉根号3再乘2 所以我们会得到RH 就等于除掉根号3再乘2 就得到2根号15 加根号3 最好 后面呢都是一些计算 那关键呢 其实看到图形的时候 你要能够清楚的标出原心 还有半径的资讯 找到呢这个直角三角形 那利用这个1比根号3的关系 我们就可以把答案解出来